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周悄然走过了 一千五百多年的岁月 临近中午 古城热闹了起来 络绎不绝的游客 穿前在大街小巷 沿街的饭馆里 双花鱼的香气 引来了各路时刻 发起发亮 我真加速的 来 帮你帮你帮你 来 帮你帮你帮你 和辣是古城人最喜爱的口味 世代居住在江边的人们 靠着辣椒 花椒散去湿气 也在鲜香热辣的烟火气息里 伴着滔滔江水 度过一个个春秋 东日里江边上的古城 自带一股仙气 这座在唐宋时期 就繁华的都市呢 如今少了一些喧嚣 却多了一份怡然 伴随而生的人们 代代在这里生息 从历史深处传来回音 让人忍不住要拨开雾癌 来探许这座古城的故事 紫州古城 无疑四川省绵阳市三台县 有着川北重镇 建南明都的称号 唐宋时期 紫州是四川第二大城 江边的紫州渡 也是川北最大的码头 古城舟车浮凑 繁荣复述 不仅山谷云集 也是文人默克幽居之地 杜甫曾在这里留下了 露出双林外 停溃万景中的时迹 来 买个小鸟 买个小鸟 小鸟叫小口气 千年的繁华延续至今 死痛霸打的青石路上 依然熙来攘往 人生顶沸 一阵两厢的川北民居 各式各样的会馆和祠堂 在古城里兴罗起步 人们徜徉深想 在茶馆里谈天说地 也登临城门楼 在浩荡江峰里 跳往川北大地的秀美山河 在清代四川通志里 这样形容 古城所处的地理位置 当四打之冲路 恶两川之要爱 为一州之门户 使果浪之惊猴 三台县境内 包括福江 凯江在内的 四十六条河流 均属于长江之流 嘉陵江水系 古人征战巴蜀 因蜀道尖险 大多选择长江水路 只要占据了嘉陵江下游 和整条福江 便能把巴蜀一分为二 如果想要进入川西 直抵成都 水路也只能依靠凯江 两江汇流 使古城处在极为重要的 战略位置上 唐智德二年 朝天在这里设置 建南岛东川节度 下下十二州六十九县 紫州由此成为巴蜀大地上 与成都比鉴的 军事 政治和经济中心 离凯江不远 石头垒气的古城墙 蜿蜒两千多米 在成一口里留下了 紫州城墙壮弱盘舌的记载 紫州城就是水缓比较严重 所以它减策的是 城墙就是完确的 它要必须要包整水井城不后 要分流 所以它的四个城门不正对 都是错误的 然后井那城的改道 也就是水队有完 减轻那个水的冲击力 它还有一个就是收城扶城 如果遇到军队的紧绷 那么它也需要里人去 装作派塞这个区域 它是一区域最终是收城 那就可以挖最大的包整 这个城市的安全和老百姓的安全 靠着先人的建筑智慧 雄举两江之岸的紫州古城 曾经无数次抵御住洪水与战火的清晰 经过多次扩建 到清朝时 古城城墙高一丈四尺 后六尺 周长九里三 东城门以福江为名 南门取印鹤山 为名印鹤 西门以牛头山 明月龙顶 北门以凤凰山 取为凤山 如今 老城大多已经消失在岁月的烟尘之中 只留下了城墙和东南两座城门 为了保留下古城记忆 人们按照原貌 修复了大部分街巷和建筑 虽然老城墙依然弯曲 新街道仍然不正 可在古城人张庆的眼里 紫州人骨子里都有一种 直不绕弯 直不绕圈的中植性子 在福江堤坝上 有一尊狗叼着耗子的雕塑 引人注目 咱们老百姓经常说 狗拿耗子多管闲事 但你看我们这个雕塑 正是狗叼一个耗子 它又表达什么意思 对啊 这个雕塑它处置于寒暮 也就是我们这个地狱 这个秋庆 它一种精神图腾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四川人的一种书法就是 主要空心 人要忠心 歌的好字 它要的不是好字 它代表的一种 忠忍之死 忠心尽致 雕塑的原形来自城外 京中山上的汉代牧藏 山上的数万座汉代牙牧 留存下古城辉煌久远的历史 也把忠人之事 忠心尽责的为人处事态度 传续在这片土地上 古城对面的东山上有一座石碑 上面刻着苏泉流碑池 当地人都说 这里不仅流出了清澈的泉水 也流淌着四周古城的古古文脉 这座山 它就是虎江和凯江的水坝 它清透了的 到了春暖发开和秋高气上的时候 一些稳人被刻意在这里 一九座石 那么我们看到了 柳北池和苏公圈之后 就一定会想起我们东山卧土 紫州大帝 都是其的一位庄园 属于江 唐朝灭亡以后 天下歌剧冰莲祸解 作为巴蜀政治重地的紫州 也不可避免地卷入政权的纷争之中 前蜀后蜀的朝代耕蝶 朝不宝夕地流离岁月 让紫州人更加明白 国之不存 名将淹富的道理 东山上有一座苏母轿子的雕塑 后暑末年 年幼的苏义俭跟随母亲 常居在紫州 苏母以身作则教育孩子 常常捐资修桥补路 扶若即平 苏母还用他们苏家的家畜式 来教育苏义俭 就是她的真被祝福在唐代的时候 允用新贵 这就在苏义俭的行中就埋下了 今后要进入石头 保销贵家的种子 后来苏义俭高中状元 在朝廷围观 有一次她在皇宫里当班 闲暇时用漆漆做实验 这引起了皇帝的注意 就是有一种漆漆啊 就是中间大 下面很小 口子也很小 就是少了一滴水 那个漆漆就歪了 多了一滴水 它就倒了 多一点水不行 少一点水也不行 这种奇特的器具 让皇帝很感兴趣 苏义俭趁机以七七为例 劝谴皇帝说 既迎则富 勿胜则衰 希望他时迎守成 善终如实 以顾批姬 则天下兴慎 他就说 要补偏补鱼 用我们老百姓的话来讲 就叫做 心得端走得正 一步一个交云来 这段君臣间的对话 写进了史书 苏母舅子的故事 也在家乡不断讲起 正是凭借着忠心 正心的家风传承 苏家八代人 走出了十一位静氏 和两位宰相 古城学风由此赤胜 离千年光阴而不衰 萦绕的书香 离不开江上的翻影点点 古城南门外的紫州渡 如今已经修建起 健身步道和漂亮的公园 曾经强违云集的老码头 随着陆路交通的改善 早已不再承担 水上运输的功能 人们却依然能从岸边的狼亭 江上的狼桥 感受到当年船运的新生 凯江汇入福江 福江又汇入嘉陵江和长江 自古以来 这条延绵数百公里的航道 就是贯通川西川北 直至初川的黄金水道 从川西运来的药材 石盐 茶叶 丝绸等货物 在紫州渡积散 顺福江下行欲望重庆 无数福江法 明饶总发誓的江上盛景 让紫州城成为 甲于西南的商贸重镇 明末清初 平凡的战乱和瘟疫 让四川人口数量急剧下降 为了填补人口 清政府执行了 长达百年的移民肯荒制度 湖北 湖南 江西等 十多个省份的移民 相继来到四川定居 百年间 入川人数超过了百万 那时紫州城也聚集了 大量从福建 广东等地 迁徙而来的移民家族 他们大多是客家人 带着源自家乡的文化传统 在古城建起了很多宗词 这是咱们无事宗词是吧 对 这两个白菜是什么意思 这是我们祖先 今世我们后人 清清贝贝 做人干干净净做事 清贝川家 来自不同地域的文化 在紫州交相辉映 人们具足而居 也经营与家乡物产有关的生意 渐渐形成多条 以地名和家族姓氏命名的街巷 江西街 广东巷 方家街 岳家巷 移民们带着对故土的眷恋 扎根在川北的土地上 也让紫州这座移民之城 成为自己新的家乡 忠心报国的人生理想 在紫州是代代相传 影响了很多人 清朝时期呢 当时中国处在内忧外患的时刻 这里出了一位读书人 他心怀报效国家的夙愿 进行了实业救国的尝试 鸦片战争以后 古老的土地饱受外族的弃入 大量鸦片烟清销到了中国 天父之国自古就种到 种丧的土地也种上了鸦片 那时候古城陈家 一位年轻的秀才 执意要辞去教书先生的工作 回到家乡种丧养残 这个老人是您的祖父是吧 是我的祖父 陈凡熙 你看他出生在 一八五年 一八五六年 就是第二次鸦片战争 这个这百年 是终归是受到 最缺乎的年代 古城附近的延庭县 就是传说中 蚕丝之族雷族的故乡 在紫州 种丧养残的历史 很早就开始了 新唐书上就留下了 紫州小炼 远消西域的记载 当看到家乡历史悠久的 手工艺不能带来温饱 肥味的土地 却又撞上鸦片 陈凡熙的心里 充满了屈辱 他的家训一头就是 种鬼 种民 种子兽 鬼男当头 耿耀中 通过半个场 样一方人 打交于凡次 那时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 打出了自强求富的口号 深受影响的陈婉欣明白 唯有振兴实业 才是旧国良策 他拿出多年积蓄 勾置土地 种植桑树 同时引进脚踏 骚丝技术开板私场 经过多年苦心耕耘 到1924年 他的私场已有 300部意大利铁机骚丝车 外销蚕丝打4万斤 办厂的同时 陈婉欣还在家乡 大力推广丧残技术 写下劝丧说 比农最要的农业书记 当年为了让农民 种丧养残 他都做了哪些 具体的一些事情 助制产商会 提高农民的人质能力 提高他们的素质 传授技术 他像没有先进的技术 没有先进的文化 不可能变成 比较现代化的工厂 然后排出一千多名 技术工 向国国先进自讨 在城晚戏的影响和带动下 古城人开办的资厂 多达五家 古城外三树成林 城内家家户户养残 扫资厂昼夜机器轰鸣 据民国三台县制记载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 紫州城每年仅生死出口海外 就在四千箱上下 每箱计一千七百两 而在整个四川 就有四厂十七家 扫斯工厂和个体手工业 更是不计其数 后来陈婉希写下了一幅对联 游丧以残以私 风气掀开蜀北 此家而乡而国 名声剑及欧西 横批是普利全川 古城里中心爱国的传统 让很多人走上了 救国安邦的道路 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 从这里走出了四万多年轻人 抱着战必死的决心 投身到捍卫民族独立的 战活着 1937年卢沟桥事变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抗战中 共有四万多名古城人 投入到抵御外敌的战斗中 这一时期 紫州成为川军抗日的 重要兵源地 2015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 三台县大案馆 在整理抗战资料时 发现了一批 川级抗战将士的家书 一封封书信中 自举不忘 未过兴邦 这些家书都是咱们抗日将士 留下来的吗 对 都是抗战的时候 全封的战事 写给自己家人的一些家书 比如说这封家书 就是我们的抗战名讲 他写给自己妻子的一封信 正好在2021年6月份时候 他的外孙女就带着他的照片 他在外公的照片 到我们的档案馆来 然后就把这封家书就认定回家了 几十年过去了 这批家书绝大部分 已无法再联系上其家书 只能留在大案馆里 无声地述述着当年那些 义无反顾走向战场的故事 有一封无人认领的家书 根据字里行间推断 应是一名风华正茂的青年所写 我们决定出川的 大约要到重庆驻营 准备抗战 遗孙也报定之主义 欲去牺牲 何以 因为国难当前 对于牺牲 也是我们青年应尽之责 就是家庭也是难免的 我是中华之国民 该尽一份之责任 请祖父母勿以孙为律 好好将身心保养为家 日后国平 孙贤后乃回家 侍奉祖父 抗战时期 留下了无穿不成军的说法 从1937年到1945年 四川共出动了340多万人奔赴抗日战场 出发前 父亲送儿子 妻子送丈夫 飘扬在队伍里的死字起 表达着川军慷慨赴死的决心 首家卫国的川军 用鲜血书写下中义两个大字 也在不同的战场 诠释着对这两个字的理解 古城人王子玄的家里 珍藏着一本爷爷王和良留下的日记 1951年17岁的王和良 虚报了自己的年龄 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 他其实是一个很执拗的一个人 就我的想不通 就是为什么他能够这么执拗 就是以前小时候 他的上级都觉得他长得太小了 就那么重的枪啊 炮啊怎么扛得动呢 就在王和良参军的前一年 朝鲜战争爆发 美国军队在仁川登陆之后 越过三八线 对中国的边境安全 造成了严重的威胁 你见过爷爷吗 我没见过 我98年出生的 我爷爷91年就已经去世了 那你知道爷爷是怎么当兵的吗 他说他是因为小时候家里穷 然后就是给地主干活 然后去换地啊 这个就过得很苦 然后吃不上饭 然后后来就是共产党 就分给了他们土地 然后他就一直都很感谢共产党 就是给了他一个家 所以说他听到有羊鬼子打过来了 他就很想去参军 尽管从来没有见过面 爷孙俩却用一本日记 建立起沟通和情感 在日记里 王子全读到了爷爷参加的一次战斗 那是1952年的冬天 王和良所在的部队 为了拿下敌人占领的一个山头 激烈的战斗 从天亮持续到天黑 你画这个漫画就是画的是爷爷 对 这个是爷爷 上面是他的副班长薛志高 薛爷爷 因为炮火 战火太激烈了 我爷爷当时一个眼睛 眼球直接就砸掉了 他说他嫌他太爱事了 就直接把眼球给拔了 然后草草包扎了一下 但薛志高爷爷这个时候 他的腿已经砸断了 他想把薛志高爷爷送下去 觉得他应该没有办法战斗了 但是薛志高爷爷他就不愿意 之后他们就组成了 这个战斗的组合 我是你的眼睛 你是我的手脚 两位同样来自四川的战友 相互依靠也相互支撑着 直至战斗到最后一刻 薛志高拉开了手榴弹 与敌人同归于尽 王和良也在精疲力竭中 昏死过去 几十年后 王子玄把爷爷的故事画了下来 他想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故事 了解这些牺牲 当时确实也是一个机缘巧合吧 我毕业之后我想追求我自己的梦想 我就去了一家漫画工作室 但是没想到他们居然是做 抗美援槽题材的漫画 这简直就是一个我爷爷明明之中 对我的一个指引 所以说我就做了这个 没有他们当时的努力 也是不可能有我们现在今天的相夫 我可以无所顾忌地去追求自己的梦想 一代代古城人 心怀男儿立世 当从军报效国家的志向 用他们的梦想 点亮了今天古城里的万家灯火 如今 那些从战场归来的老兵们 还会常常和古城的孩子们 讲讲过去的事情 他们明白那些牺牲的战友 他们的梦想还在古城里延续着 今天的紫州城日新月异地在改变着 高楼大厦拔地而起 城区面积由一平方公里 扩大到二十点七平方公里 两江汇流处 被古城人称为腰口子的地方 已经成为新的网红打卡店 老南门外的广场上 一年四季都是热热闹闹 这座城延续着传统 也在全力以赴奔向未来 冬日里 腊八粥的香气飘逸在古城里 自家做的香肠腊肉 加上红豆花生和胡萝卜 古城人把今天的富足欢乐 都融进这一锅香喷喷的腊八粥里 如今修缮一新的古城再次迎来四方游客 保留历史风貌的街像和建筑 是所有古城人共同的记忆 许多古城人拿出珍藏的家谱 合力打造了这座家谱馆 也有许多古城人搬出了老屋 让红色旧纸和历史遗存完好的保留下来 这些流淘在时光里的珍贵记忆 在古城人精心的保护下 越发熠熠生辉 古城人张道富也用画笔 画下他心中最美的古城 这个是前一段时间我回来的时候 恰好是夕阳晚照的时候 变化很大 变化很大 但是它在我心中永远都是最美的 两江汇流处 是浪和浪的激荡 也是水和水的交融 在千年风霜里一路走来的紫州城 在浪淘声中讲述着它的中意故事 也将在新的征途上 续写不老的岁月传奇 born家让诺系 在宫阳前年 他在广泊说当压的 何人跟 coma 他是飞好 一月 你 同ana 冘政府 micro 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